月入22k到底该怎么生活呢?一位薪水22k的女网友贴出自己的收支计算 求助怎么样才能更省 但其他人眼间发现其中一项都忍不住泪目了 女网友在脸书社团求助说 自己的薪水是22k 扣掉宝贝就剩21,278 但在扣掉其他零零总总的支出 每天饭钱只剩115元 询问,有住外面的人一天饭钱比我更少的吗? 如果有请教教我你是如何办到的? 但其他网友立刻发现 这位女网友的支出几乎有一半都是阿公的安养费 留言说,孝顺的孙女,就光阿公你就打趴很多人了 好孝顺哦,阿公的安养费催泪,祝福你 也有很多人建议他找份薪水高一点的工作 你很省了,但要开园 也有人质疑阿公的安养费这件事 女网友随后补上明细证明 并感谢大家的称赞 回应说阿公的安养费不是他孝顺 只是本分事 女网友也表示,因为家里都被爸爸败光 妈妈只能还爸爸卡债,她和妹妹每个月都要拿一万贴补阿公的安养费 看了其他人的鼓励 会再努力找一份更好的工作来开园的 二、配住外生活已经不容易 但这位女网友还是很尽责地照顾家人 连自己的吃饭钱都缩减到不能更省 实在令人佩服又心疼阿